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思路可以理解为解放心灵 把握自由 构建具普世价值的亚流亡文化圈 他认为亚流亡并非指政治原因而被迫离开故土 移居他国的华人 基本特征是享有所在国的权利和自由 可以自由往返故国 也就是中国 但与故国的问题发生关联时 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和被剥夺 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 所有的海外华人都处于这样一种亚流亡的状态 对于亚流亡华人最终的去向 吴国光认为在远离故国的地方 重新发现土地 亲近土地 在土地上培植新的生命 海外华人群体可以动用自己的文化资源 在自由的环境下建设自由华人的精神家园 吴国光还指出 世界上任何的移民族群 都和自己的母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为什么华裔族群与当下中国的这种联系会形成一种困境呢 这种困境基本上是精神文化和认同方面的困境 欧洲人是这样评价旅欧华人族群的 华人自成一体 要斗也是窝里斗 从不给所在国添乱 但他们大多数是一种过客的心态 有着典型的双重人格 吴国光因此认为 海外华人应该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中 承担其把中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相融合 形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系 文化体系 价值观念 生活习惯 民族认同这样一套东西 这样的中华文化能够得到历史的新生 这个思路基本上跟于英识是一致的 而海外到底有多少华人 吴国光介绍说现在有个说法 不包括台港澳最高数字的估计是6700万华人 如果加上台湾2300万 香港七八百万 澳门几十万 这就差不多是一亿华人 不在中共的直接统治下 6700万就相当于一个法国 法国是世界文化大国 他认为海外的6700万华人 也可以建设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大民族 大共同体 吴国光同时也坦承海外华人的精神文化共同体 是一个虚的共同体 悲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因素同时存在 既要有悲观主义的对现实的清醒的认识 也要坚守对理念的追求 那谈一下我的分析和看法 对于吴国光所描述的亚流亡困境 基本上是精神文化和认同方面的困境 可以理解成中国海外知识分子的无奈 而另外呢 也可以视为中国的知识分子 对于中国未来的看衰 因为吴国光也特别提到了 他认为他不看好中国 但这样的精神和文化跟认同 大部分只存在于生活在欧美的华裔 因为6700万华人 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东南亚 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在这里的华人早就有了精神文化和认同 他并没有所谓的这样的困境 东南亚华人的祖先因为中国的弱乱 而外出寻找生物 也几乎和欧洲海外的殖民同步 东南亚华人的祖先多半也受到西方殖民统治 这段历史不断的流传 他们深切的感受到欧美的强势文化 因此对于普世价值也有和在欧美的亚流亡华裔有认识上的根本不同 不过从历史来看 全球化下欧美强势 因此欧美的人种也在五大洲杂根 他们对于就是在海外的 比如说像澳大利亚新西兰 他们对于原来的母国文化 也会产生一种互动的效果 而中国和印度分散在世界的所谓的Diaspora 也对母国文化有互动跟反馈 在过去有孙中山和甘地 在改开后有台港新加坡 李光耀 蒋经国都提供了某种参照跟比较的可能 或者是经验跟教训 好 接下来为各位观众介绍 俄罗斯最近要动员 这是二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进行的动员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星期三出人意料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服交换 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接近三百人 报道称俄方四方的战俘 包括十名外国人和今年骚早 带领部队在马里乌波尔进行防御战的亚述营的指挥官 而作为交换乌克兰释放了55名俄罗斯人和被控叛国罪的亲莫斯科的乌克兰人 同时呢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普京在昨天特别发表演讲 表示顿涅兹克 卢干斯克 赫尔松州 以及杂波罗热州 将从9月23号 也就是明天到27号 举行入俄公投 这两个释放战俘跟入俄公投的讯息 基本上是同时的向外界释放出来 从俄罗斯进行二战以来 首次的动员 特别军事行动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普京的发言可以分析出 他认为乌克兰战争 就是美国英国布鲁塞尔 也就是欧盟的所在地 对俄罗斯发动的代理人战争 要粉碎削弱和分裂俄罗斯联邦 可以想见 一旦顿涅兹克 乌干斯克 赫尔松州 以及杂波罗热州 如何攻投通过的话 俄军的义务兵 及动员的预备役部队 就可以进入四个州的非交战区 承担守备的任务 而替换出来大量的战斗兵员 可以用去到继续的主攻 推动特别军事行动 达成目标 普京誓言会使用 所有的手段捍卫主权 暗示不排除动用核武 这样的发言应该是怎么样解读呢 我认为应该视为普京再预告 俄罗斯联邦拥有了新的版图 这新的版图就是涵盖 刚刚上面我说的这四个地方 举行公投的四个地区 在普京看来 他会用所有的手段捍卫 他认定 而且已经经过公投通过的 这个俄罗斯联邦的领土 那么如何看待现在的俄乌战争呢 乌军最近用机动小组 以大量的远程火力 夺取了巴拉克里亚 控制了一九亩 库皮扬斯克等城市 位于奥斯科尔河右岸的市区 俄军则全面的退到 奥斯科尔河的左岸 俄方失去了数千平方公里的控制权 但俄方换来的是对乌军人员的大量杀伤 根据俄方公布的数据和比较中立的第三方网站的资料 过去三周有超过七千名乌军死于战争 970辆军事装备被摧毁 其中包括208辆坦克 245辆步兵战车 186辆装甲车 15架飞机以及4架无人机 其中绝大数的人员都死于赫尔松 哈尔科夫方向 他们在进行反攻的时候死亡 那乌军并没有取得制空权 而被外界视为是比较倾向于政治的博弈 换来西方国家的继续支持 但俄方修整的部队如果重新集结的话 双方可能会沿着英古列兹河 奥斯基尔河的对峙 而再度产生另一波的变化 那另外中国怎么样看待现在俄乌战争呢 我们从最近的一个报道 他在中国被大量的转越 也就是中国的一名学者王文 他到俄罗斯进行访问 他就归纳出来俄罗斯现在外景内松 俄罗斯远远没有到达败局的时刻 对于日前盛传 尤其是在中国盛传 乌克兰大反攻 俄罗斯大溃败 最近刚刚访问俄罗斯归来的王文 有了无下的描述 他说俄罗斯城市居民该吃吃 该喝喝 夜晚酒吧街灯通明 电视里歌照唱 舞照跳 超市里货物琳琅满目 没有抢购 银行汇队稳定 没有挤兑 莫斯科的气氛 就是没有一点紧张战争的气氛 战争也不是俄罗斯人平时谈论的唯一主题 对于西方制裁的影响 他因为去了俄罗斯 问了很多俄罗斯人 对方的回答通常是没有什么影响 倒是去欧洲旅游变困难了 有一些欧美品牌买不到 事实上绝大多数欧美品牌 仍留在俄罗斯 像苹果 肯德基等等 对于欧美媒体传的反普京力量的 正在集结 王文他说他没有看到 他在俄罗斯待了两周没有看到 如果非得说集结的话 他认为是在欧美四月份 四十国防长在欧洲开会 算是一个集结 如果俄罗斯国内真有反普京力量在集结 那么重要敏感的部门应该很紧张才对 但是他没有感觉到 他说受邀到俄罗斯外交部去交流 是他经历过最容易进的大国外交部 没有任何的关卡 连个警察都没有 从外面直接可以走进大楼 完全没有戒备森严 他就认为这是反普京力量在集结吗 他认为这是莫斯科处在一种外景内松的状态 就像一个体育选手在高强度的比赛 有点紧张但肌肉内心是放松的 恰恰是比较好的一种禁忌的状况 一位俄罗斯学者还跟他表示 对于俄乌战争 俄罗斯用了连百分之十的力量都还达不到 所以他的结论是战场一直在乌克兰境内进行 俄罗斯境内相对的平静 普京支持率还是很高 第二个是俄罗斯动用了大概15到20万的部队 至今仍占着500万人口 GDP总量300到500亿美元 约12万平方公里的地盘 而俄罗斯的卢布 壁直仍然坚挺 石油天然气价格大涨 俄罗斯这半年赚翻了 第三个结论他认为 俄军战亡约1.5万人 乌克兰大概7万人战亡 乌克兰境内平民死亡 远远少于军队 他因此认为 这是一场有限的克制的战争 至少从俄军的投入跟表现来看 这一个有限跟克制是成立的 那他的这个到俄罗斯的清利记 被大量的转载 我们也可以视为中国官方 类似的一种评估 好的 非常谢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的